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五间总结 我是李慧怡 和大家看看内地和香港股市中午首次情况 见到内地股市是个别发展 沪深300指数中午收报4878点升25点 深圳成份指数中午收报14462点升75点 深圳综合指数中午收报3639点跌2点 港股方面行指是半日收报24504点跌6点 国企指数中午收报8719点跌14点 大市成交半日有739亿 这位环节嘉宾有Arno HelloArno 你好 也是和你提起市况 刚才都轻轻提过 市场又不弹之余又反复 昨天都弹不起 刚才都说了如果在这个位置拗住 反而没那么害怕 是怕它跌下去 但半日其实都是24504点 这些位置 都还是站得稳 算是 会不会放价钱得比较悶 回来呢 大机会门市多一点 上午市的确是没有太大变动 但是下午上面 我不敢保证市场跌不下去 主要因为现在影响的市况上 都是恒大那些相关消息 今天在好方面就是说 除了恒大之外 近期都是一些风暗位股份 好像平保 其实在华夏幸福上面 有些跟债权人聊天 相关的利好消息出力 它是带动市场回忆一点 但问题是如果下午突然间 有些会面消息说 还不到息 或者说债务违入风险 或者想着我们怎样做债务重组等 这些突然间有些负面消息出来 那时不是真的完全没有条件 全部下去 所以相反对 你看现在恒指 10天线已经落到 比较关键的阻力位 就是说24,900这些水平 短线我会觉得 就真的上24,900 才会有些比较积极少少的部署策略 相反对 现在最怕就是 讲过很多次 高位跌下来跌多个两成 会不会真的达到一个熊市 会不会那些东西不断慢慢发烤 怕是在怕这些东西 所以短线在这些位置 我觉得是看定点 现在就是望它 不要再穿24,000 穿24,000 就望它上2,900 最好先保观望态度 这些市况仍然是一动不一静 是的 这种市况 就是不要做那麽多部署 安劳就建议 始终恒大事件还没有解决 大家留意这个因素 另外跟安劳看看航运股 市員見到市比較悶一點 板塊炒的那些不炒的那些真的不炒 見到航運股今天全線性市員 國際運費指數繼續走強 至於波羅的海的乾貨指數都連升了5天 見到航運股如中遠海控和東方海外國際 半天都升近3.5% 2343都是升2%左右 而海豐國際是升近半成 35.5% 五顆半日收 創了這個上市新高 雖然這個市況你建議多數減次 但如果真的要一個板塊可以吸納 這個會不會是優先留意著 還有哪一隻是你的首選 其實年初至今航運股都是跑人大肆 你這些水平吸納 你最怕它的狀況 市況萬一轉差 它會有追跌空間 所以剛剛講的整體現月少做少錯 但是如果你講航運的板塊 留意分跑人大肆的板塊是指數跌下去 它跌得相對地沒那麼多 如果你說航運股 因為運費價格仍然要持續高期 但是如果就好像星期一那樣 市場覺得內地的經濟增長會放鬆 全球的經濟增長會放慢 一些不好的利淡消息 仍然是不斷地發酵的情況下 航運股一樣會近跌 星期一那些時間 航運股一樣有個調整在這裡 深水的仍然是2343 始終在做乾散貨上面 會做特別好 都是同樣地你看到的 股價在今個星期初那段時間 一樣可以由高位跌下來 所以短線來說 航運股有貨 最多叫得定好指站位 或者你繼續中長線榨主 很低位拿了 大把利潤手 沒問題 你可以繼續榨主 但這些選擇 這些位置去買 我就真的不是特別建議了 抱著一個後低級納的策略 2343看看有沒有機會 4元這些位置買 但如果短時間 突然急跌下去4元的話 我都會建議看定點 所以這個市況上面 真的沒有什麼可以做 是的 Arnold就說 首選2343 大家都可以留意著 4元這個位置 現在高就不建議追著 另外也跟Arnold看看 那些油服股 今天都有炒 看到剛才1033是否最多 升超過9% 半天看看它升多少 看到其實這個板塊 其實半天都可以收到9% 其實安東油服 華郵 巨韜都有升幅的 這個板塊又可不可以移籍 其實如果你看9月新市況上面 當然仍然是差 但是油股 資源股 或者油服股上面 其實都是一些排人帶絲的板塊 短線如果你強行購買的話 買這些 真的已經叫做相對地比較好 但是同樣地這些位置出手 老實說那句 跑輸大試 就是你輸錢的機會 仍然是相對地比較高 所以求穩陣的 或者比較 就是你講論今天升勢最強的 跟A股升一躍 1033 中石化油服 大升一成上來 但問題你又想一下 如果這些位置追 你用什麼位置做止設位 就是有貨可以拿著的 你分8毫子做一個止賺位 繼續向上網 看大約9毫子還有一些位置 之前給過建議是這些策略的 但是如果這一刻 你真的打算做暴數的話 是都要你的市況博了 283也OK的 6.5做止設 望它上大約是8元這些位置 但是大前提就是 要一個布蘭特企業 可以在短期來說 衝到上去80元這些位置 老實說那句 所以為什麼說這些市況 少做少錯的原因就是 當炒的 都未必那麼容易炒得起 直播率又不會特別高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炒的 在一個註碼 還有做好風險管理 6.5做止洩 看它上百元 我想283是叫做相對比較安全的 是的 大家都去參考Anno的意見 雖然這些市況 一動不如一靜 但如果真的很手行忍不住 要買的話 就做好這個風險管理 謝謝Anno你這麼詳盡的分析 和你申報 剛才提到的股份有沒有持有的 也沒有持有的 謝謝你 這個環節時間差不多了 稍後回來 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稍後見 好